早餐 早上好 快下去买了个早餐 这好像是个烧饼 已经被他咬了一口了 油条 看到吗 还有一个肉饼还是豆饼 然后还有一个豆浆 传统的豆浆油条 这烧饼是不是可以包着油条吃 这个是里面有肉馅的饼子 这个味道还不错 有肉就满足 它的油条是炸的比较脆的那种 最佳山东豆浆大王是民宿的老板推荐的 豆浆里不开油条 好像唱走掉了 太平洋 刚刚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兄弟 他是徒步环岛28铁 真的很佩服 我之前来这边之前就有看一个节目叫 行江是一个叫矿路的博主 他是骑行环岛都感觉已经很艰苦了 我不能想象这种徒步28天会遇到什么 我们到了清水断崖 今天有一点雾蒙蒙的 我觉得来清水断崖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喷防蚊液 这边的蚊子超多的 今天早上我从民宿出来的时候 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 花莲有一个特产就是小黑蚊 我真见识到了 前面的卡车后面站放了个沙发 上面还坐了两个人 太搞笑了 在风景区的午餐 我点了一个卤鸡排饭 它的是黑椒牛 很强烈的胡椒粉的味道 我看到我的怎么样 就还行 所以景区里面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 我们现在在太鲁阁公园的沙卡当步道 然后这个步道有4.1千米走一走 在这个步道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上面都是石头 所以即使外面再下雨都不会被淋到的 挺好的 好 Ale men 就预佻 一天 一天 人群衝 海浪 海浪 到了景区一定要吃的东西 就是香肠 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就听别人说 好像这家叫马告香肠很好吃 闻起来也很香 然后最后出锅的时候还往上面喷了酒的 香味特别重 越不一样的东西 请问这个是什么呀 山苏 感觉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吃香肠吃的 叫什么山苏 我们现在来吃晚餐 先吃一家甜品店 我们来吃这个 听说很好吃 好像上面是炼乳焦糖之类的 然后里面有冰 然后有各种这样的芋圆 豆花仙草的东西 也不贵 60台币 这里面应该很丰富 听说很多馅 它的芋圆特别的Q弹 有很多童年的味道在里面 童年的味道 什么童年 这个很熟悉 它就叫不出名字的味道 这叫古早味 包子要吃包子了 包子要吃包子了 就有点甜 但是味道还可以 而且这有点新鲜 刚生出来的 多少可以吃 5块 如果有辣椒酱 可能更好吃 盐酥鸡加甜不辣 盐酥鸡太咸了 甜不辣还可以 咱们嘴 刚经过一个铁路集市 然后那边那个助唱歌手 带动气氛的能力特别强 而且我刚刚在那边 看到个小孩子在鼓掌 结果我一看 就是我昨天在那个东大门夜市的时候 遇到过在抓那个娃娃鸡之类的 那个小朋友 超可爱的 我们现在来鲤鱼潭找萤火虫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一闪一闪在动的 就是萤火虫 在花莲的最后一个早上 他今天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 发现九点多 还有很多店都没有开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准备在这个花莲的市区 晃一晃 找找吃的 我们来吃这边 很有名的一家店 叫鹅肉先生 排名还挺高的 我们要了一个鸡鹅双拼 这是鸡肉 这是鹅肉 鸡汉 谢谢 这个是炒山酥 我们昨天在吃烤肠的时候 有吃生的这个山酥 感觉鹅肉先生 对他的鸡肉比鹅肉更好吃 更嫩一些 这边是肥的 肥的要更好吃 就是皮带的油都在转 我觉得这家鹅肉先生 味道还不错 山酥对 原著名的 而且那山酥只有花莲跟台东油而已 它是算蕨类 我好像就在太鲁阁里面看到了 对对对 它就这样叶子很多嘛 然后它是栽最后面最叶尾那个卷起来的地方 这是刚刚民宿老板推荐的就在花莲车站的 这种花莲特色的便当 这好像是原住民的那种野猪肉 然后这是当地的鱼 反正这里的原材料都来自花莲 也算是一个特色吧 这个猪肉很好吃 很香这个猪肉 我很喜欢这边便当的一点 就是它荤苏搭配的特别好 吃起来完全不会腻 好吃 吃起来